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27日 我想說兩件事 有些經句 第一件事是關於20個青年和林鄭的閉門 第二件事是關於6個立法會議員 被美國邀請去商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 第一件事是林鄭的閉門會議 一閉門就有狗屍垃圾,污蠅蟑螂 那時是民主黨入中聯辦 現在閉門會見20青年 那他有去見,那20青年就不知道有什麼代表性 是可以不理會他們的 那看看他們在說什麼 如果他們只是想採納意見 即是約那20青年,看看他們在想什麼 那你自己制定政策沒有什麼代表性 那我覺得沒什麼 但是你又不要去開個記招 然後突然說我已經聽完這個青年的意見 然後覺得怎樣怎樣怎樣 那是要完全否定 那20個青年的代表性 沒有用的 就是這樣 即是你們有你們開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就是這樣 其實都不是的 你肯讓一點點 其實已經很好的 那在說的是你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那如果是會見完之後 有些好結果的我們就 拭目以待 是不是 20青年 江珠六戰士我聽過 20閉門青年 我沒聽過 隨便吧 啊 大家都累了 如果大家有看過 以前 林鄭說的事情 即是她的會議 她沒有的 她只不過是 即是好像 一個辯論比賽 那她就等你 先說了些事情 然後她就說 你的事情不行的 你的事情不行的 要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就不斷地 重覆自己說的事情 即是 就是 另一件事她厲害的 就是這個 成羽填充 給中樹根 我經常搞錯了 中國斌和中樹根 給中樹根好一點的 中樹根是什麼 紫烏虛有 還有進步圍谷 水鴨過背 林鄭會 那些成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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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聚能 有些委員 有那些觀察員 那些觀察員 這個很重要 可以跟你說 加那些委員 還有那些觀察員 那些費 就是看報告的那些 那些沒用 而且監警會的聚能 簡單說是被動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主動的 这两点是很重要的分别 而你监警会是不会调查到整件事的真相 包括警报各样东西 那之后我再说 所以他也是重复说自己的东西 对于五大诉求来说 你会说多少东西呢? 这点是很大的问题 第一点你都不肯让 你都要赞门 那赞门就算了 你可不可以再说一句永不再提 不用你撤回了 你说永不再提 其实我想都可以的 如果你再说一句永不再提 但我很害怕 因为之前他说 他说我是完全绝对不会选特首的 对不对? 然后他突然杀出来 哎呀!天主叫我选特首 我受不了你了 这个故事 一个人可以说多少次大话呢? 那你又说了 之后又说了 如果主流意见 是不想你做特首 你会下台 那现在又想怎样呢? 你怎么说呢? 你说完永不再提 我都更害怕的 我都更害怕的 我都更害怕你反口 更何况你连这件事都不肯说 什么仇中正寻 你起码都说永不再提 麻烦 不知道 要讲完整的 那麽就算你这些 那你才会被警暴的问题 那你当初要有因有果 你不提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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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逃犯條例 就不会有那批示威人士 去当年挡住立法会 既然沒有這件事發生,就不會有當日612的你所謂的暴動罪 原先是5個人的,越搞越糟糕,那你是不是要對這件事負全責呢? 那獨立調查委員會已經是社會的共識了,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你又不成立呢? 是不是又要漠視社會的所有人的意見呢? 其實就算不特赦都OK的,但至少有因有果,有冤報冤,有受報仇 你有什麼的,那就公諸於世吧! 事無不可對人言,還是你覺得會得罪很多警察的勢力呢? 你也承認他們是做過一些不見得剛的事? 唯有是這樣的,你只要顧及警員的感受 什麼都顧及警員的感受 優斑警強姦少女,我需要顧及她的感受嗎? 那就給她強姦吧! 優斑警運毒,我又顧及她的感受 那就給她運毒吧! 你經常說法治,現在就是跟你說法治吧!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將整件事公諸於世,構明 回復香港的法治,這樣才是可以令香港人信服的 這就是你要做的事吧! 第二件事是關於美國的《香港民主人權法案》 《香港民主人權法案》 那葉劉那些就飛了過去和民主共和黨那些議員 那些四個議員見面的 其實都是看風向而已,都是見到四個人 那風向是怎樣呢?那我們看看 這個陶謹申議員 他會怎樣說 葉劉淑儀就說修例逃犯條例 已經停止了,所以沒有必要再制裁香港 或者制裁那些官員 那電話裡面,我們繼續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陶謹申,陶謹申也去過美國和他們見過面 其實談些什麼呢? 當然是全部香港 由聯合聲明制定,基本法,或者死人的歷史 為什麼這幾年香港人不只是因為這個做法條例 其實被北京壓得太久了 又DQ,又取消聯合資格,又釋法 又沒有普選等等 就是透不過氣了 所以這次是一個大反彈 只不過北京就觀察不到民情 全面什麼都有談 當然我們也有談到一些美國自己面對的問題 和他們的總統 或者他們不同的議員的看法 那兩個法案呢? 9月復會,香港人可能會比較關注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還有,有些人說要修訂香港政策法 跟你談完之後覺得風向怎樣? 有沒有可能呢? 風向很清楚 第一,有些背景先讓你用法 我見到葉太和中國賓開記者會 其中,葉太就說 有些議員都不太熟香港 我應該這樣說 可能我見到議員多,美國議員 我告訴你,他那些做領袖級 議長,小組主席等等 和他的助理熟到不不了 這次可能去那幾位議員 因為他不是真的 因為他9月1年前去安排 他不是真的用來為了一個目的而辦的 他希望一種交流一下 就是互相認識一下 因為我們真的要求了20幾年 希望可以香港議員和美國議員 一個正式的場合 對等交流 美國一直都不肯的 歐盟是肯的 日本都肯的 全部其他國家都 是美國不肯的 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這次 原本是完全不是為了任何目的 是誰安排的? 這次是美國的國務院邀請花黨派的議員 還有一些更加建制派的議員 的政黨都有邀請 不過他們沒有選擇去 那你覺得立法會之後 國會談香港的議案 我可以說 如果還有一個幻想 有人說 不會通過 我可以告訴你 他十通過 和絕大多數比例通過 而且就算特朗普想否決都不能有三分一的 國會如果是三分二以上通過的 絕大多數 就連特朗普都否決不了 我相信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說的法案就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就是制裁 沒有那個法案 但是葉劉淑儀說 其實逃犯條例草案已經停止了 暫緩了 所以沒有需要 他不是為了這個 而是他覺得這十幾二十年 究竟有沒有真的去 將聯合聲明 向全世界宣示 和要求國際社會 包括美國支持 來到這個回歸的情況 是一國兩制的實踐 真實地反映出來的 你覺得如果通過的話 或者整個商議的過程 對於整個香港現在的局勢 有什麼影響 我自己最好的估計 第一是很通過 絕大多數很通過 第二是看來不會馬上失去 特殊的貿易地位 但是 也挺有機會 每一年 或者兩年檢討一次 那就是要遵守什麼條件 那些條件有沒有很清楚 當然那個條件就是 他的國務卿要向國會報告 究竟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 和聯合聲明實施的狀況 如果不是有真正的自治 和自由開放的維持 就失去這個貿易地位 你估計 談就九月之後才復會 真的要過都要一段時間 很快 很快 你估計多久 我懷疑十月不會遲過十一月通過 好 謝謝你和銀先生 那大家聽到了 這個香港民主權人權法案 辣的地方就是 它會和香港關係法掛勾 但是其實呢 你在說貿易戰的影響底下 就算你沒有這條法案 美國都不會 對不對 它都不會讓你的貨有缺口 可以走到過去 就是它不會容許中國 扣過香港 然後突然間 將很多不同的出口 以免關稅的形式走到美國 就算是 它可能不抽你這麼高的稅率 但是都要打回一定的關稅 所以 隨著這個貿易戰衝突 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其實香港的地位是 越來越大的 大家可以和平 又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是 搜集這些官員的信息 可以廣泛地幫他們宣傳一下 即是對於香港的建制派 各樣 其實你去蔑視他們 杯葛他們 以及一些 紅色的企業 藍絲的企業 以及一些 非常之 反人類行為 沒有道德底線的言論 那就去 留下它 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說真話 最重要的 能夠做到這件事 已經是很大的威力 因為 至少 整個世界會關注這些事情 所以 殭屍最怕是什麼 我經常都說 殭屍最怕 都是陽光 今天就講到這裡 《心事的事》 《心事的事》 《心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